中政大學35週年 浩慶在歷江澤在這日前邀請到國際文明的慶安感謝專家 李昌玉博士 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和聽眾來分享感謝的科學 是從企業超過五百位的民眾參加 中政大學學友中會 陳義貞中會長 創意團隊長辦這件活動 去大部分的學友參加 這場學友之間的考慮合作 是中政大學所建設的學問教助力 新逢中政大學35週年校慶 我們校友總會非常榮幸來承辦這次李昌玉博士的講座 李昌玉博士這次從美國回來 我們知道李昌玉博士他出的是國際知名的見識專家 同時他也是我們中政大學的名譽博士 那這次回來他就是回到母校來演講 那也受到我們的蔡校長還有我們的師長 以及校友還有各界的餘會貴賓 很踴躍地來參加這場講座 那麼另外我們要感謝這次的活動當中 我們嘉義慈濟慈善基金會 還有太保工修處的師兄師姐們 他們一早就來這邊協助 那尤其是在今天演講結束之後 他們也準備了五百份美味可口的餐盒 要送給大家 所以在這裡非常感謝各界的協助 讓這次的活動能夠圓滿順利 謝謝 今天是來分享素食 素食可以救地球 大家都知道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周遭好多人說 原本以前他夏天不開冷氣的 可是今年非開不可 就是因為地球在燃燒 在沸騰 那大家都希望能夠減碳讓地球降溫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餐桌改變 為什麼呢 好 我們看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 其實有的時候 畜牧業它的排碳量 會比工業交通運輸業還要多 所以我們都知道 既然它排碳那麼多 如果我們改變飲食 由昏轉速 其實那個溫室氣體 就可以大幅的減少 那對地球的降溫 當然會有幫助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吃素 不是為了宗教 而是為了環保 為了下一代 為了更好的一個地球 好友中夥也依然做出 路行社會之輪 這次參加工業需要 電現中情人的社會之輪感 又輸味感 在這場中達三點前的 精彩燃燒燈中 全程是都沒有冷凍 由主席加伊泰布共修廚 這座的五百粒健康素食餐厚 精神設計的菜單 讓大家體驗這檔素食 全程是環保異性六色 日中性化當中 減緩地球軟化危機 其他各個五號的減少 主軟消耗 只能減燈行動實戰 謝謝西門正義 市民鄉鄉 蔡宏 佛德 流氓 水層 魷屋 水層 水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